花莲市与日本与纳国丁蒂姐姐妹已经有41年了 双方往来热切 那么在17号的上午呢 来自与纳国两所小学17位的毕业生 是来到了花莲展开毕业旅行 那么市公所是热情的欢迎 还特别准备了珍珠奶茶小笼包和文旦幼 让小朋友们来品尝 那么市长魏家燕表示 明年将展开与纳国的包机直行 期盼能够促进两地更密切往来交流 花莲市长魏家燕 先元魏家贤和市公所同仁 首摇中华民国和日本的国旗 欢迎来自与纳国亭的小学毕业生 这是疫情影响睽違四年之后 与纳国的小学毕业生再度来到花莲展开毕业旅行 市长魏家燕和先元魏家贤都亲自迎接 欢迎小朋友到访 今天很开心 我们所有与纳国的孩子们 来到花莲来做别旅行 非常难得的一个别旅行 昨天晚上他们就到夜市 去走一走看一看 那也派我们的四号专员也陪同 那其实我们跟云纳国已经有 41周年的这个相处的一个时间 那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姐妹 那未来也希望在明年的时候 已经有与纳国这边已经有办理我们一个实验性质的一个直航 那未来是不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省略掉很多的包括要到与纳国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用直航的方式直接到云纳国 那我希望未来这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我们今天看到云纳国的教育长跟很多的孩子来做毕业旅行 那过去花莲施工所就跟云纳国丁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那在担任市长的时候也跟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家庭市长跟教育长 特别邀请家贤到现场来管理 那也是疫情过后正式的来拜访花莲市 也期盼两地的交友能够越来越密切 孩子们能够爱上我们花莲这座城市 施工所特别准备了珍珠奶茶和小笼包 以及文旦幼让小朋友品尝 同时还贴心的准备了台湾古早味的零食 让日本的小学生试一试 小朋友们喝到香浓Q弹的珍珠奶茶 小眼睛都忽然亮了起来 带队老师也只点头说小笼包很好吃 后续云纳国的小朋友还将前往太巴朗国小交流 感受花莲在地的独特文化 这里会换是报道